豆渣颗粒粗糙 粘结性又差 究竟这机器是怎样的神奇 啪啪啪就飞快弹射出豆丸子来 它的味道比起手工来又如何 敬请收看外发明 宝贝豆丸子 宝贝豆丸子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罗明辉老师 罗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罗老师请问您喜欢吃丸子吗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丸子的 肉的素的都喜欢吃 如果冬天涮好锅的话 我就是涮一些牛丸子 或者鱼肉丸 看来罗老师真喜欢吃丸子 说起丸子是如鼠加针 是的 那么您有一种丸子 豆腐渣做成的丸子 您听说过吗 豆腐渣做的丸子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因为在我印象里面 豆腐渣比较粗糙 口感不好 这个豆腐渣做的丸子能好吃吗 能好吃吗 您带着这样一个疑问 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 用豆腐渣的原料做成的丸子 它的发明项目 我们今天将一起走近和了解它 寒冷的冬天里 人们都喜欢围炉吃火锅 那冒着腾腾热气的火锅 配上品类丰富的食材 让人吃不停口 赞不绝口 在这些火锅食材中 丸子无疑占据了一席之地 大家都吃过丸子 比如鸡肉丸子 牛肉丸子 鱼肉丸子等等 可要说是豆渣做的丸子呢 您吃过吗 豆渣是人们在做豆腐的过程中 产生的一种食材 在做豆腐时 人们将黄豆磨成浆 滤出的浆汁经过煮熟后 凝结成块就是豆腐 而黄豆浆滤去浆汁后 剩下的颗粒 就是我们常说的豆渣 豆腐因为丰富的营养 良好的口感 还有多变的菜式 深受大家的喜爱 而豆渣却还延期着古老的习惯 大多被气如糟糠 白白浪费掉了 其实豆渣与豆腐同样富含营养 现代营养学研究认为 豆渣富含膳食纤维 粗蛋白质 而且脂肪含量很低 是一种富有潜力的保健食材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 豆渣也逐渐被利用了起来 其中豆丸子就是代表 只是这颗粒粗糙 粘结性差的豆渣 是怎么做成丸子的呢 做出来的丸子 好吃吗 听说河南传统小吃中 就有丸子汤 肉丸子等 我们的记者特地来到了河南州口市 经过一番打听 记者来到了当地有口皆碑的 手工丸子铺 仪太究竟 大姐 在忙什么呢 我们在做丸子 做丸子 对 那这个好做吗 做这个 我们现在做的是豆渣丸子 不太好做 捏了时间不太好捏 那我们平常的话都做哪些丸子呢 这个做得多 大姐姓李 是这家丸子铺的老板娘 热心的李大姐 给我们的记者 一一介绍起丸子来 这是牛肉丸 这个是牛肉的 这是鱼肉的 这是鸡肉的 这个是鱼肉的 这个是鸡肉的 对 那我们这盘一天的话 要捏多少呢 这个也没一定 一般也就二三百斤 三四百斤 那么多 对 我看你们手捏法都挺快的 我们捏的时间长了 经常做这个也习惯了 看见李大姐他们轻松一捏 丸子就出来了 我们的记者顿时来了兴趣 也要来一试伸手 可以教我试一下吗 那可以 一下手 要抓一把 好点啊 大姐 先冷的时间这原料都会上冻 这个豆腐渣丸子不太好做 它是韧性小 捏不到一块 你捏的时间 时间短 多捏一分 就这个韧性 弹性给它挤出来 这样才能有韧性和弹性 对对对 那我就多暖一会儿 豆丸子难做 那比起做其他肉丸子来 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李大姐说 用鸡肉 牛肉 鱼肉 或成的姜料 本身粘度大 容易挤捏成形 而豆渣 粘结性差 不容易揉搓成团 所以在和姜料时 要多多揉搓 捏丸子时 也要掌握好力度 反复挤捏 这样做出来的丸子 才有弹性 有韧性 吃起来筋道 吃起来筋道 这样行 直接掉这个水里边 是不是有点大了 太大了 太大了是吧 对对对 大了也不行 看大了也不行 看小了也不好看 这个大小 大小还行吧 还行是吧 对 这个圆度不够 还是不够圆是吧 大姐那你看我捏这个能卖出去吗 不太好卖 你想你捏的形状不太好看是吧 像我们这几的还圆 圆度好一点 现在圆度好一点 在里面经常要是没有做过这个不太好做 那你要是做一件事 什么感觉呀 腰端背头 这个手啊 我的手都捏的 这个手来回都弯都弯不好弯了 来回经常 来回带我 对对对 一直捏冰凉的馅 对对对 这个手都弯不下去了 有了时间 由于豆渣的特殊性 所以做豆丸子 比起做鸡肉丸子 牛肉丸子 鱼肉丸子来 要多花几倍的功夫 手工作的很辛苦 效率还低 比大姐不由的和我们抱怨了起来 我们的记者也是年生海叹 哇 我也是了 确实这个丸子确实不好捏啊 大姐 刚开始感觉你手一动一动捏的还挺快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用机器 来做这个丸子呢 太想过啊 太想过啊 这有机器可以做丸子那是最好 发明人李孙诗 发明项目 豆丸子成型机 上一期讲的这个 炭酸辣 炭酸辣就是天面 发明人李孙诗 河南周考人 今年66岁 一位普通的中学化学教师 曾在三池讲台上兢兢业业工作了近20年 日子原本就这样平淡如水的过去 没想到有一天一颗小小的豆丸子掀起了他人生的波澜 那天他从市场上买丸子回来 吃的时候感觉他味道上与平日里吃的肉丸子味道不同 疑问才知道这是用豆渣做的丸子 他想豆渣营养丰富 拿来做丸子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只可惜市面上卖的豆丸子都只是手工制作 不像肉丸子是机器批量生产 所以没有被大家所熟知 这么营养价值高又便宜的美食 要是能搬上大家的餐桌 让更多的人方便吃到就好了 想到每一天都有大量豆渣在浪费 再想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李师傅决定给自己找点有意义的事做 他决心研制一个专门做豆丸子的机器 从此他除了上课之外 就埋头捣过他的机器 只是树叶有专攻 一个胶书匠研制机器谈何容易 到底要从哪里下手好呢 手工挤捏丸子 先是将手指聚拢握成圆孔 将料从中间通过 然后使拇指和食指用力收缩 一颗成型的丸子就挤捏出来了 怎么才能模仿人手挤捏出丸子来呢 李师傅苦思冥想 最后想到应该是先用一个带圆孔的模具 将浸料口的浆料挤压成丸子粗细的圆筒状 然后试用两个刀片模拟拇指和食指的动作 将圆筒形状的浆料切割出丸子来 可是怎么样才能做出球形的丸子呢 模具要怎么设置 刀片要如何设计呢 带着这些问题 李师傅不断的琢磨 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经过两年的埋头苦干 随着丸子切割成型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 李师傅的机器终于成型了 我们的记者文讯赶了过来 听说你做了一台豆腐渣丸子机 不是 是我不经发明的 你好 你师傅 对 这就是那个豆腐渣机器 对 这是豆腐渣直接做丸子 看不出来呀 这样一台机器还能做豆丸子 那它又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它的原理主要是皮带缠统 到这个地方一个传统轮 带动这个螺杆 这个螺杆 这个是 这个是玻璃 这个是玻璃 它有一个 把这个豆渣这个料放到里面去 它通过积压 通过积压 积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造了一个模具 做丸子的模具 通过这个模具 下面这个一个切刀 这个刀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原理 这个 这个圆圆进去了以后 进去了后 它这样切成 编成圆的以后 对对对 这个挤出来 这个丸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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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切掉了 豆丸子成型机 在电机双皮带轮的传动下 一方面 带动搅拌杆转动 搅拌豆沙浆料 并通过带圆形通道的模具 挤压成圆筒状 另一方面 带动两块带圆孔的刀片 作用运动 这样就切割出球形的豆丸子来 说得再好 不如做出豆丸子来 这机器到底能不能做出豆丸子来呢 李师傅 还是先试验一番吧 李师傅开始准备姜料 豆丸子姜料 事先装上鲜豆渣 再配上一定比例的淀粉和面粉 然后加温水搅拌 反复揉搓成团 将料获好后 装进机器 就可以开机了 我们现在开始 好好好 哎呀 我看看怎么样 我看这个跟土中的丸子不怎么一样 这个豆渣的 它这个卡路比较粗糙 所以说做出来的这个丸子 粗糙 李师傅的机器的确是做出丸子来了 可这丸子做的怎么样呢 李师傅说了不算 记者也不好评判 不过他立马想到了经验丰富的李大姐 就提议找李大姐看看 把这个机器拉过去 让大姐能看一下 好好好 你觉得可以行吗 试试吧 试试吧 很有信心 说走就走 记者和李师傅父子俩一起 将机器搬上车 直奔李大姐的丸子铺 老板 我是在北边的老李 研究做了一个豆腐大做丸子的机器 我想在咱们店里试一试 再去看一看 你看看这个丸子机怎么样 做丸子机啊 对对 做丸子的 真管做丸子 对 好不容易才说服李大姐 师傅立马拿姜料去了 这个不行 打算你想要的标准 根本不行 不好看 有的不在眼 有的扁是吧 不感觉不太好 可这个也好 形状看 肯定吃的也不行 机器做出的丸子大小不一 形状难看 李师傅解释 可能是由于 姜料没有和好的原因 我们这有料 你要给我们的料一会试一下 好 但是我们用手中做这个 捏丸子的这个料 你看这肉这个机器 能执行吗 没问题 我小问题 少给你一点 好 不要让我们的料 先四个 机器做不好丸子 原因真的是出在姜料上吗 这一次 该用了李大姐的姜料 能让大伙满意吗 不行 你看那扁那扁 圆那圆 你自己看一下 都可能扁 像陀螺一样的 不行不行 卖不出去 很机器做 就是让人家棉被吃 估计人家都不吃 肯定要 也不保护了 用自己的姜料不行 用李大姐的姜料 还是不行 李师傅 这又怎么解释呢 可能是路上都坏一点 原来不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 我调一调 咱能再试一切吧 不是 你别调了 别调了 我们没有时间 给你给他招呼了 以前大众也还得多钱 你直接拉走吧 拉走吧 继续拉走吧 我们还要做生意的 拉走吧 继续拉走吧 继续拉走吧 李大姐很失望 就催促着李师傅 快点走 这时 一旁李师傅的儿子 也忍不住说话了 李师傅顿时满脸羞愧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而被人连下逐客令 李师傅更是丢尽了颜面 只得回头土脸的离去 何老师我特别好奇 这个豆腐渣活成姜之后 机器是怎么样将它做成球形的形状的丸子来着 将来想挤成这种球形的丸子 发明人他用了一个圆筒的装置 和两个带圆孔的切刀 我这里有一个模型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这个姜料经过上面的挤压之后 经过这个圆形装置 就向下边挤出 那么用两把 用两把这种带圆孔的切刀 那么这个圆孔的切刀 这个姜料经过圆孔切刀之后 这切刀左右那么运动 就把这个姜料切成 类似近似于球形的那么一个丸子了 我看到这个发明人的机器 虽然能够将原料做成丸子 但是很遗憾 这个丸子是不成形的 为什么呢 我们也看到他发明人这个机器 把丸子挤成一个小团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它和牛肉丸鸡丸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这个豆腐渣 它的纤维比较粗 不太容易捏合 这样的话 这个机器就需要在进到口的时候加大压力 那就是说做丸子的原理不变 只是稍微在挤的方式上改变一下 就能够做出成形的丸子了 那我们看看发明人是不是按照 罗老师所指点的这种方法来改进他的机器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虽然上一次丢进了颜面 但李师傅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继续白头研究 他想 上一次丸子的形状不好看 可能是由于刀片的材质问题 如果将原来的镀芯刀片换成不锈钢刀片 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这一天 李师傅的儿子买刀片材料回来了 我找了一下我就找这么多 这一块不行 我快撑 一秒 这一块又太厚了 这一块也不行 经过多次验证 李师傅发现 由于刀片在切削时摩擦升温 所以刀片薄了容易变形 但厚了又不好安装 只有0.3厘米厚的钢片才合适 可儿子买回来的不是太薄就是太厚 就催促着他再去找找 本来李师傅的儿子工作就很忙 这一次为了帮老父亲 他跑遍了整个州口市 虽说没能买到让父亲满意的材料 但父亲眼里只有机器 完全不体谅他的做法 让他越想越生气 就索性不再参与机器的研发了 儿子甩手不干了 李师傅倍感无奈 机器还没改进好 他当然不能半途而废 只好一个人继续研制 上一次机器做出来的丸子不成型 可能是由于挤压酱料时的压力太小 怎样才能增加压力呢 一次他看到螺旋杆上薄薄的叶片 不禁想到 要是多增加一些叶片搅拌 会不会增加挤压时的压力呢 在经过反反复复调试之后 李师傅的第二代机器终于完成了 机器看起来和上一次变化不小 那上一次出现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丸子咱有更多了几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咱们这个连杆压力这个部分 原来这个机器刚第一步设计的时候 是一个叶片 宣传的时候它这个压力比较小 在现在又在这个机器上又压了一斤 从这个地方连续往下压 多转了两圈 多转了三圈 这三圈的高速宣传的时候 它这个压力都大了 压力越大 这个丸子它的成型年度 精度都有大 这个是做什么呀 这个是原来咱们老的方块做这个丸子的 它这个丸子的粗糙 不精细 没有这个原料的大小控制不住 现在这个是设计了一个微调 它这个进链口能大能小 可以调这个大小 这样往外转 这个口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进链都多了 一看这个丸子不圆的时候 这个里面往里面推 往里面推这个磨口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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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出来的丸子都比较圆了 筋度 弹性 压力都大了 这改进好的机器 真的可以做出符合标准的丸子吗 见我们的记者半信半疑 李师傅主动提出 现场来测试一下 李师傅开始准备姜料 因为人工货料不仅麻烦 而且姜料的粘度不够 李师傅就专门采用了一个搅拌器搅拌 姜料经过高速搅拌 比起之前手工货料来 自然是粘稠了很多 那个我看一下这个料 比之前那个要 那个粘度要更大一点 对对对 比那个要稀 对对对 机器改进了 姜料也改善了 为了确保成功 李师傅又借鉴了李大姐的方法 就是将做出来的丸子 直接煮熟定型 这要达到那个多少度才能 90度 90度 90度都可以了 姜料热水都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在李师傅这般精心改进之后 这一次做出来的丸子 应该能让人满意了吧 这一次做出来的丸子 均匀饱满 不要说李师傅就是我们的记者 也连声说好 可是 这丸子是不是真的就好呢 这需要做丸子的行家来品评 上一次 李大姐对李师傅的机器并不认可 这一次 看她还有什么可说的 记者和李师傅再次来到了 李大姐的丸子铺 老板 老板 我要来了 准备站住一下 让你看一看 孩子那台机器啊 这个机器改革了几部分 全部改好了 你们这机器做不成 上一次做的都不行 老板我跟你说 我看到你们手工做完了非常辛苦 不行不行 我不用了现在 你要不你拿走吧 我不用了这个机器 只要是这个机器失成了 你觉得可以了 你们减少很多劳动力 咱们试一下 你看看怎么样 我看着不太行 我把学生给你拿走了 学生给你拿走了 其实 李大姐倒不是在乎这一点损失 只是李师傅这么一说 他倒想看看 这机器改革的怎么样 说不定还真有些用处 就同意了李师傅的请求 机器一搬进来 李师傅就将早已准备好的姜料 迫不及待的装进去 大伙都很好奇 这一次真的可以做出 满意的丸子来吗 还没谢谢 上一次破的全部都烂了 对对对 我看不行的 你看不行 我看着机器不行 我太小就要再试一下吧 行还是不行 李师傅一开机 不就见分晓了吗 老板 你们再看一看 我这丸子做得差不多了 你们看一看 看着怎么样 大姐你感觉这次李师傅做的一个丸子怎么样了 看着样子还行吧 看着排行 精度 这个住的速度是快得多 比你们几个人住的都快 你们吃牛的快的 哎呀 吃牛不吃牛 咱们当场生呀 你们 找个几个人 咱们比一比吧 看一看哪个住的快 好吗 好吗 快拿四个呗 好 大家被李师傅的话激起了斗志 一定要和他较量一下 哎 李师傅 哦 这是我们做这个丸子的手挺快的 好 我师傅给你比菜一下 好 司机 这把丸子司机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 第二个好就挺了 每天的话都是司机 哦 我们这边人都对是四个人 李师傅这边的机器对是一个人 那我们开始准备比赛 三 二 一 开始 记者一声开始 两边几乎同时端走了姜料 李大姐这边 趁着李师傅还在倒姜料 早已开始忙活起来 这四个人都挺厉害的看到 那他也比我这个机器快 你这边的话还是感觉你机器比较好 很有信心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热闹 比赛顿时紧张了起来 机器队这边 眼见的一颗颗丸子飞快的落了下来 热水盆中丸子很快就多了起来 不多久 机器队就超过了人工队 并将人工队远远的甩在后头 让我们这边的话再加把油 蒸起比过机器队 好吗 好 经常见我们手工那个大姐做的话 他们做的丸子怎么样 做的挺好的 挺好的 那李师傅这儿做的丸子怎么样呢 手工啊 比那广化 比那好看 比那好看 比那晕 你相信它能做出来 比你那个还好的 对 比手工好 比手工愿 我感觉机器快一点 机器快一点 因为机器毕竟比人家快了 机器速度惊人 做出来的丸子也大小一致 外形好看 大家都觉得机器做丸子又快又好 对它赞赏有加 可就在这时 机器突然停了下来 机器怎么停了呀 做丸子问题 这个道具没有调好 做的做的完全不圆了 我马上调一调就可以了 这样可能影响比赛的速度啊 没问题 因为这个机器正常运转的速度很快的 你半点 你怎么过来啊 不快 那能行吗 那机器不行吗 就半点行吗 没问题 这次呢 大便出了咱问题 我修一修 修一修就可以了 趁着李师傅修理机器的时候 李大姐这边抓紧时间几捏丸子 刚才他们被圆圆甩在后头 每个人都很不好受 但现在这差距在直线缩小 很快 李大姐他们就反抄李师傅这边 并让李师傅再一次品尝 被甩在后头的滋味 好了 听好了 李师傅 你这一口药 今天出点问题 我看料还有一点了 还没效啊 这是又怎么了 李师傅 这个大便有点 战脸 有点战脸 这可能影响比赛的速度 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 我这个机器 咱的工资是比较快 没想到 一心想要搬回一局的 李师傅这边 却状况连连 机器 一停 再停 大姐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看着他机器怎么又坏了 哎呀 做得修好了 李大姐这边 见已经稳操胜算 也来到李师傅这边 来看热闹 你这机器不行啊 他没过手工 做得快了 我们机器都快做完了 我们手工都做完了 你看你这机器坏一回又一回的 你要再这样的 我们都不相信你机器了 你看你多少回了都 骗人了吧 骗人 行了 好了 好了 这边行了吗 行了行了 看什么 再试一下 机器对这边 经过了两次反复调整 现场观众 还会一如既往的 支持机器对吗 机器呢 做的那个速度非常快 发发发 做的挺好的 我看着我平时也吃丸子 吃丸子呢 我就不知道那个 机器做的味道怎么样 我就是都吃人 我看了一会儿 这个机器丸子 但是味道 说不了 好吃不好吃 但是出不快 快吃完了 快吃完了 所以就感觉 你跟那边不一样 好 感觉那机器不太行 一会儿 机器转快 一会儿一快 一会儿一快 你给你弄过 我们做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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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姐这边 率先完成了比赛 李师傅这边 机器是很快 但架不住机器 接连出状况 还是被人工队 抢先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 李师傅如果还想要赢得 这场比赛 便只能寄希望于 丸子的质量 那么 机器做出的丸子 味道 能超过人工队吗 我们先尝一下 李师傅做的丸子 好 你尝一下 来都尝一下 看一下 李师傅做的丸子怎么样 哎 看它怎么 都粘到一起了 还 粘连呀 有点 确实哎 李师傅 这个机器做这个 豆渣做这个丸子呢 这个豆渣这个 粘度比较大 它对这个刀片 这个切刀呢 有点 斩链 斩刀 所以说 出现这个 粘连问题 就是那个 刀片 刀片 没有修好 那我们先尝一下 它做的味道怎么样 嗯 好好好 不太好吃 比我们的不好吃 我们的吃着比它的筋 比它的香感觉 它会有点 有一点豆腐渣味感觉 还有点 不然还粗糙 还少有一点 没有我们的手工做的丸子 好看 嗯 手工做的还是可以 李大姐他们做的丸子挺好 那自己做的丸子呢 李师傅吃了一口自己做的丸子 立马神色慌张了起来 这味道还真有些不如李大姐他们做的丸子好吃 在李大姐他们胜利的欢呼声中 李师傅狼狈的走进了夜色里 连续两次失败 让李师傅再也乐观不起来 难道用豆渣做丸子 真的就是豆腐渣工程 一个下雪天 李师傅来到江边 想放松一下 漫步雪地 他随手抓起一团雪 捏起来 李师傅手中 雪团捏成了球形 捏成了丸子的形状 同样是散乱的颗粒 这雪粒用力一捏 就变成了致密的雪球 为什么豆渣用力揉搓 甚至搅拌机搅拌后 还是做不成紧实的丸子呢 雪粒分子结构小 而豆渣的粗纤维结构很粗糙 要做成像雪球般致密的豆丸子 豆渣应该也要先处理成细小的颗粒才行 捏着结实的小雪球 李师傅毛色顿开 虽然经历两次失败 但李师傅并没有灰心 他坚信 只要找到问题所在 就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李师傅的执着 儿子都看在眼里 李师傅的辛苦 儿子也是疼在心里 学习机械专业的他 不忍心再看父亲一个人 没日没夜的忙碌 就决定再帮老父亲一把 帮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有了灵感 加上儿子的大力帮助 李师傅的机器 很快就改进好了 李师傅 在做什么呢 做完的 做完的 这就是你新做的那个机器 对对对 新做的一摊 机器好像没什么变化呀 那上一次出现的粘连问题 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里加了一个水槽 这个水槽呢 你看看 在这边 这个水从这流下来 对 这个开关 开关 新做这个水槽 新做这个水槽 提到这个枣上 把这个枣一清洗 可以了 就这样的水管 就这样的一个 刀面保持湿润 不容易粘连 一旦有姜料粘连 也会被水流冲洗掉 就这样 上一代刀片 粘连的问题 就轻轻松松的 解决了 那我们上次的话 它那个丸子 还是比较粗糙 我要清楚这个问题 动了很多刀 你抹三边豆砸 抹两边的 它都比较粗糙 因为恰为 这个豆皮 很难抹 抹样子 抹不成 所以说 再有采取了一种 新型的 这个经验子 用这个经验子 打成高细度的粘膏 要不我们试一下 看怎么样 好 来 原来上一次李师傅 采用搅拌机 搅拌姜料 还是不够 他在揉搓小雪球中 获得灵感后 又采用了一台 金链机 将豆渣 磨成很细小的颗粒 这样 经过处理之后的豆渣 再加入面粉和配料 搅拌后 比之前更细腻 更粘稠 这一次 用精炼细磨过的姜料 做出来的丸子 味道又会怎样呢 好 丸子出来了 李师傅 我看你这个丸子 快熟了是吗 对 这已经熟了 现在 已经熟了是吗 你看 它都飘起来了 它 太熟了 有弹性了 你看它这个筋度 这个弹性 它有筋道了 筋道了 你看看它 是不是有弹性 你看 哦哦哦 切实 来 那我先尝一尝 丸子煮好了 看起来光滑又有弹性 那它的味道又如何呢 哎呀 很筋道 怎么样 你满意吗 味道还可以 行 那我也尝一尝 光滑的可以 我都加不起来 炸的 不错 不错 做别的筋道 筋道是吗 有弹性 没有豆沙热了吧 没有 对对对 我看它做的还挺快的 那比人工的话 它能比过多少个人 起码要下班 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 见李师傅说 能抵二十个人 而上次四个人都没比过 记者有些不相信 就提出找些人来 比试比试 我们要是组织一场比赛 要是那个 找二十个人跑找吗 二十个人不太跑找 但是咱 尽量找吧 尽量找 和这个机器比一下比一下 你看有时间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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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 没过 会捏豆丸子的熟手 本来就不多 再加上大家都忙 雪天又冷 有人就不愿意过来 不得已 李师傅再一次找到了李大姐 老板在家 上两个事 我这个丸子已经 这一次实验好了 我想叫你们给我帮个忙 主持一场这个机器 相当于十个人 我找人不太好找 因为你们这个丸子上 认识人比较多 你刚刚找起来 比赛两次都输掉了 你这还要比赛啊 哎呀 李大姐哪里肯轻易答应 他本来就是赢家 都赢了李师傅两回了 如果要是丸子机做好了 你们能加了很多个劳动力 架不住李师傅的情面 而且李大姐他们手工做丸子 实在是很辛苦 机器如果真改进好了 他们就可以不那么辛苦 还可以省些工钱 便答应了 帮他这个忙 拜托了老板 拜托拜托 好 比赛前夜 记者来到李师傅家 了解他的准备情况 没想到 李师傅见到我们的记者 很是意外 不想让记者进屋 这一举动 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 李师傅才说出了实情 把这个电子路发掉 这个就是一个大 是一个大错 原来李师傅觉得 之前加热用的容器太小 影响丸子成型的速度 所以想在比赛前改进好 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可是这么大的工程 一晚上能改进好吗 我们的记者不由得 替李师傅担心起来 要不然给记者赏量一下 这两天 你本人家人就大了 你又是流血了 每天晚上你都攻克这一块 攻克到十一二年 对什么也不是太好 要不然这个时间 我们退次两天 给记者朋友赏量赏量 退次两天 咱们留着两天时间 把这个假人在一块 再补克一下 搭到最完美 下次比赛 让他一定赢 那好吧 这个机器咱们再研究研究 再退次两天 再动动脑筋 争取下一次一定能赢 要不然我这老连都没那份磕了 李师傅最终选择了 推迟比赛时间 可是怎么样 才能让水槽 像电磁炉一样 做到持久加热呢 他突然想到 常用的热水瓶加热棒 当时就心中有数 着手准备起来 经过父子俩 几天几夜的全力打造 当我们的记者 再次赶来时 机器已经改进好了 师傅 你说你那机器做好了是吗 对对对 我看那个机器变化还挺大 对对对 比之前要高了很多啊 这个玩具机要下面提升了二十公分 为什么要提升啊 不提升了这个夹着账 这个造的比较高 这个机器给它不赔高 这个加热水槽由铝合金打造 水槽的底部安装了两个大功率的加热棒 又在加热棒上装了一层带孔的胳膊 以方便捞出丸子来 这个能做二百五的银水 这个装两百五的银水 两百五的银水 一次管都做二百银碗子 两百 两三百那个丸子 三百银碗子 跟上这个银子 这都跟上了 这个速度都快了 兴奋的李师傅 就主动给记者试验了一番 装了一个加热水槽后 无论机器速度多快 做出来的丸子都能快速煮熟定型 李师傅终于将心中完美的机器做成了 下午开始比赛 好 到下午的话再数一下 您这边再找一下 好好好 上次比赛李师傅输得很惨 现在他急于让大家见识他新机器的威力 就迫切地跟记者请求 将原定的比赛就放在当天下午举行 下午三点前 大家陆续来到了比赛现场 比赛场地就设在附近的一片空地上 美丽动人的白雪 也在为这场斗丸子比赛助兴 观众渐渐多了 现场也逐渐热闹了起来 比赛的气氛越来越浓重 双方都积极做起了准备 一股无形的硝烟 开始蔓延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场比赛 就是李师傅这边机器和人工队的大姐 八个人来进行一场比赛 我们准备了两份料 同样22斤的料 我们以时间最短的味道最好的来为胜利者 我们的裁判就是作为大家 来那个做好了品尝一下 哪边的话支持哪边对 我们就投哪边的票 大姐 您这边的话感觉这次能赢吗 我感觉我们可能赢 一定能赢 它机器在我们这 给我们比赛都没有成功 机器的话这边做的还挺快的 机器做的快不一定有 我们做的好吃 不如你的手里面的好吃 对对对 行 那我们这边的话 人工队有信息吗 有有 好 李师傅 大姐他们是八个人 你可是那个两个人一台机器 对对我们肯定能赢 肯定能赢 既然势在必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三二一开始 这一次比赛 双方都用上了李师傅金面过后的酱料 丸子的味道自然都不差 只是 采用了不同的制作方式 机器做的丸子和手工做的丸子 哪一种会更好吃呢 一拿到酱料 双方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那边 李师傅还在倒着酱料做准备 这边 人工队已经有丸子 被快速的挤捏了出来 李师傅的机器这边 虽然起步有些晚 但他一开机 就响亮有力的登场了 夺进满场男女老少的眼球 大家围了过来 都觉得机器很不错 现场气氛顿时扭转了过来 你感觉机器会赢还是人工会赢 机器吧 我相信机器 其实可以快啊 那机器比如说 我相信 好 机器会赢 机器快 大哥 您这边的话 看了一下 人工队和机器做出来丸子 你感觉 我感觉还是机器做的比较好 人工队起的没有这个外观好 机器对这边随着啪啪啪 一声接一声 一颗颗丸子飞快的落进热水槽中 新机器做出来的丸子 大小均匀 光滑饱满 能同时煮300斤丸子的加热水槽 面对这些丸子 自然是小菜一碟 空间大 可以任由丸子在里边畅游 丸子加热成型方面 没有了后顾之忧 机器一路快跑起来 不一会儿 机器队后来居上 很快超过了人工队 人工队这边顿时受到了冷落 但李大姐他们 丝毫不放松手头的动作 都在奋力追赶 显然 他们想努力维护自己 先行一步的优势 大姐这边怎么样啊 我看那机器那边 确实做的挺快的 那我 您这边呢 我们也不满 你感觉的话 跟机器比的话 您这边会赢吗 嗯 可能差不多吧 我想眼比机器好 比机器要好 要比机器好 那你感觉呢 我感觉是怎么样了 感觉这老餐中 就是手工做的 比机器做的有味道 好吃 有味道 人工队 你看你年龄是最小的吧 对 我看你做出来的丸子 还不算呀 我很小的时候 就跟他妈妈说了 您感觉这边的话 人工队会赢 机器最后 肯定会赢 人工队会赢 对 一边是一改再改的机器 拥有雄厚实力的新秀 一边是传承多年的手工制作 前两回的赢家 看来两边都很有底气 毫不示弱 李师傅的机器速度很快 他必须在此时放手一搏 只有赢得这场比赛 才能终结前两次失败 带给他的屈辱 李大姐他们一看机器速度惊人 有些发急 就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也不管捏出来的丸子 是什么样子了 虽然人工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但机器速度实在太快 他以每分钟打出三百多颗丸子的速度 很快就将人工队远远的甩在后面 双方差距越拉越大 现场观众也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你之前感觉人工会赢是吗 对对对 那你现在感觉 他经过搅拌他比较均匀 设立比较均匀 因为弓性比较好一点 人工太多嘛 太麻烦了 对 我们的有机器有卖的太麻烦了 那个味道跟人工比呢 应该口感应该比那边好 因为这是急出来的 应该比那边更糟 李大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机器队马上就要结束了 将人工队远远的甩在后面 就在人工队奋起直追 将拉拢双方的距离时 机器队这边宣布结束了 机器实在是太快了 人工队竟有些没反应过来 人工队在速度上 没办法与机器相比 被远远的甩在后头 李大姐只有抛出 看家底牌来 我们做的丸子要比他们 机器做的要好吃 丸子的味道 你机器做的味道怎么样 好 好好好 乘一下大姐平常品的 先定先定 丸子的味道 这个至关重要 当然 也是此次比赛 双方胜负的关键 那么 采用相同酱料 做出的丸子 经过传统手工和机器的不同打造 哪一种丸子会更好吃呢 咱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机器今天做的那个丸子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人工做出来的丸子 我们现在排队试试一下 支持人工队的站我们的左手边 支持那个机器队的站我们的右手边 行我们现在排队 排了个大 现在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当裁判 每个人都来品尝一下 机器队的比较好吃 它比较有弹性 行 那你站在我们这边 好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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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点一点 那你站在这边 机器做出来的丸子光滑有弹性又筋道 市区队伍中 前面除了一个人外 大家都觉得机器队做出来的丸子好吃 它是没有机器做的 没有机器做的 对对对 那我们就站在那里 看来胜负已成定局 李师傅赢得比赛 没了全面 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此时还有最后一对母女品尝 我们还是很好奇 她们究竟会选择哪一边 女儿说机器做的好吃 母亲还是喜欢传统手工的味道 随着最后一对母女试吃完毕 比赛结束了 试吃队伍一共九人 其中七人支持机器队 只有两人将票投给了人工队 丸子味道方面 机器队以七比二的比分 也胜出人工队 现在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那个我们现在的话 试吃已经那个已经很明显了 明显的话 我们这边的机器队 从速度上 从口感上来 还是我们那个机器队优先了 直到我们宣布 现在我们的比赛 那个机器队胜利 李孙师发明的豆丸子成型机 经过了多次改进 不仅机器在升级换代 而且豆渣酱料 也随之在不断改善 这样一来 就将繁多复杂的工序一步到位 从而大大提升了豆丸子的味道 这个机器的设计 还是很有新意的 从机器和原料入手 通过搅拌 挤压重型 等一系列操作 能够加工出合格的豆渣丸子 机器操作简单 效率高 更重要的是 它能变费为宝 进一步的延伸了 粮食生产加工的产品链 当然机器 还有进一步改进提高的空间 比如说 通过改进配料 可以加工出鸡肉丸子 牛肉丸子 等多种事情 同时呢 机器安全性 卫生性 等方面 也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的科学顾问 罗明辉老师 光临演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你锁定科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是什么让大家士气高涨 高举砍刀 又是什么让老机械能手 也束手无策 信心满满来挑战 遭遇了什么 让它惨淡收场 最终机械能否研发成功 战胜纤维柔软 又韧性极强的各种草料 能否帮助农民 解决草料加工 费时费力的问题 赢得大家的认可呢 敬请收看 物碍发明 所以草技